资深艺人董志诚12日遭周刊爆料 因资深前往中国大陆跟老婆罗若云聚少离多感情生变 21年的婚姻出现危机 女方甚至放狠话 宁可不要赡养费也坚决要斩断两人的婚姻关系 对此 董志诚也出面回应 坦诚婚姻出现危机已有二 三年之久 会再跟老婆沟通 若真的缘分已尽 会尊重老婆意愿签字离婚 据镜周刊报道 罗若云跟董志诚的婚姻多年前就出现问题 女方指出董志诚情绪控管有问题 近年董志诚之身前往大陆工作 夫妻俩人聚少离多更是话不投机 罗若云认为从事教职的自己工作稳定 下决心要跟董志诚谈离婚 没想到董志诚今年除夕偷偷回台没回家吃年夜饭 直到初三才向罗若云坦诚已回到台北 让罗若云气诈 要求董志诚尽快办理离婚手续 对此 董志诚受访时坦诚 到北京工作三年一家人聚少离多 是导致夫妻俩无法再继续生活下去的主要原因 夫妻久了爱情相亲情 就是一张纸问题 合约到期也许继续合作 也可能就此结束关系 老婆两年前就曾提出离婚要求 到了这年纪处理事情 大家都很稳重 也不是意气用事 就是把事情处理到最好 就算不能当夫妻也能当朋友 今天会再跟老婆沟通协议 如果婚姻真的缘分已尽 他会尊重老婆的意愿签字离婚 而关于如何跟儿子说明 董志诚表示 基本商会等大人决定好再跟小朋友说 不要伤害无辜小朋友 毕竟他才出二 大家都知道他是董志诚儿子 要小心冷处理 以免受到伤害到小孩 就是做父母的不对 承诺会负担儿子的生活费 直到大学毕业为止 至于 有报道只称他家暴 乱骂老婆到崩溃一事 董志诚强调绝对不是事实 怒斥空学来风 接下来会跟经纪公司 跟律师讨论之后 再发表声明 要揪出乱放话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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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色就已经过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